在中国的北方居住着一个勇敢的狩猎民族 它就是中国三少民族之一的厄伦春族 在党和国家政策的扶持和帮助下 厄伦春族猎民实现了定居 同时也为厄伦春族的经济繁荣和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交代完背景 电影进入了五毛钱特效《雪天灵》 一只二次元的熊被几个GIF猎人开枪打死了 猎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孩 被奄奄一息的熊拍死 紧接着在一个雪地里 穿着短裤的金发美女进入镜头 诡异的背景音乐开始 她在拍摄的野路 被一个厄伦春壮汉打死 壮汉欲擒故纵 很快就将美女收到了厄伦春帐篷里 还灌醉了她 第二天壮汉带着美女四处瞎逛 表面上是带她游览 雪国风光 其实是撩美 很快两人就互生情愫 但是好景不长 美女想要回到她的大城市里 但是壮汉说 亲爱的你憋走 等我当个末日根给你看看 末日根顾名思义 是厄伦春的优秀猎人 果然壮汉通过了重重关卡 赢得了末日根称号 但是却得罪了一同比赛的爪牙兄弟 爪牙哥哥不服气 要和壮汉打赌 谁先抓到丛林里的公雄 谁才能是末日根 在村长的命令下 一行人出发去抓公雄 在抓不过程中 爪牙兄弟差点就命丧熊爪 但是壮汉及时出现 救了兄弟俩三人重归于好 此时政府的人出现 随着猎物的减少 政府也将帮助猎民 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上一次捕猎公雄失败 大家再一次出发了 这次公雄似乎是冲着壮汉来的 举止投足都想要了壮汉的命 壮汉因此得知 公雄其实是为了一桩恩怨而来 原来当年打死公雄爸爸的 就是现在的村长 村长为了了却这段恩怨 亲自拿起了猎枪出发 寻觅了两天 公雄偷袭了营地 在打猎队大开杀戒 村长也因此受了重伤 临终前 村长希望将自己的女儿 托付给壮汉 但是壮汉心里只有金发美女 壮汉和美女的爱情故事 伤害了村长女儿的心 但是她除了自己想通 也没有任何办法 壮汉和美女私奔时 美女掉进了冰窟窿 结果是公雄救了她 而壮汉在生命最后一刻 向魔鬼射出了最后一根神剑 差一点杀死公雄 公雄将美女还给了壮汉 让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